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 Odell Subaru都会陪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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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的一种茶的种类 当然分茶还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季节 比如说清明节前后的茶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来介绍一下按发酵程度分的这种茶 第一种就是绿茶了 我们看这上面有 上面写有绿茶字样的 像这个墨香绿茶 对 有这种绿茶字样 它就是一种几乎是零发酵的 所以我们给观众看看这个墨香绿茶 对 没错 然后绿茶它主要里面你可以找到碧螺春 这种比较算是比较出名的绿茶了 而且喝绿茶对身体好大家是知道的 第二种就是清茶了 清茶就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 它属于半发酵的绿纸 半发酵的茶叶 而这种茶囊阔的有龙井 乌龙茶 还有茉莉花茶 比如说冻顶乌龙茶 这种比较有名的茶叶了 它是属于清茶 还有铁观音 这个要提一下的 说到铁观音 我们桌上有摆到各种不同地方的铁观音 像这边有铁观音 可以在放在招式找到的 它最有名的铁观音 你知道是哪里的吗 这个要问你了 据说你对喝茶是很有研究 我终于感到有一些开心了 难得一击 对的 而铁观音最有名的 应该算是福建的铁观音了 对 那边的铁观音 可以从几十块钱一两 到几千元一两个都有 对 但是铁观音它是清茶 我们在网上看到 喝绿茶怎么怎么对身上 其实喝清茶也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要如果到超市说 我想喝绿茶 我买铁观音就错了 铁观音是清茶来的 它不是铁茶 而我给大家现在接下来 要介绍一下冲茶的一些小知识了 大家应该知道功夫茶吧 功夫茶它不是一种茶的品种 它是一种冲茶的一种方法 而所谓功夫茶它有一套茶具了 这边我没有摆出来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功夫茶呢 它是有一些瓷的那种瓷的水壶啊 水杯啊 因为为什么要瓷的呢 因为它可以吸收茶叶的香味 那样的话你经常冲 经常喝的话呢 那样的茶 那个瓷的紫砂壶 特别是紫砂壶啊 它那个紫砂吸收的茶香以后呢 它下次冲的时候 它会把茶香充分地冲到茶汤里面去 这挺好啊 对 所以说大家记着几个tips 在冲茶之前呢 你一定要准备两个茶壶 两个 对 一个是拿来冲茶 一个是拿来喝茶汤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第一次先冲茶的以后呢 你不可以把茶汤留在里面 因为你 比如说你先喝一点 然后你把它留在这边 你跟大家聊天啊 然后你再去倒的时候呢 里面就会 你就会发现那个茶会越来越浓 因为它泡的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呢 你要准备两个茶壶 一个在冲完茶以后呢 把它立刻倒出来 喝这个茶汤 而这个茶呢 就是放在这边 你可以加点水 让它继续在这边泡 然后再倒出来 这样的话 你每次喝到了茶汤的苦涩程度 都是一样的 所以比较好喝一点 而且在喝茶的时候 杯子一定要是热的 你不可以拿凉杯 把茶倒进去 这样的话呢 茶的温度就被破坏了 所以它的味道就不同了 就一开始拿热的开水 先暖杯 然后再把茶倒进去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冲茶的水一定要热 茶水一定要滚 就是这个道理 对 而且不要是100度的水 98度97度的水是最好的 就是说之前还得准备个温度计 你可以稍微晾一下 好 这样呢 今天阿牛呢 难得给我们介绍了 这么多茶的知识 那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丰泰超市 可以买到一些什么样的茶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过 现代人的生活 现在人的生活呢 是比较繁忙 大家经常会有一些都市病 所以我们可以喝茶来调理 既是简单又方便 而且呢 只要去超市就能买到 那这个清肺润喉茶呢 它里面是有罗汉果 也是 它是每一包独立包装的 所以呢 在这个独立包装当中呢 你只要把一包放进去之后呢 就能达到喉咙清新的感觉 就是有时候像 我现在话说多了 我也感觉喉咙痒痒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想喝一杯茶 来滋润一下自己 对了 你这个从这个名字上来解释这个茶呢 会感觉非常好 大家看到清肺润喉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清肺润喉 对 没错 谢谢你 然后在加拿大呢 大家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到了某种特定的季节之后呢 会有鼻敏感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也有卖鼻敏感的花 花粉鼻敏感的茶 那像 对 像我不知道你爱妞 是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呢 通常到了这样的季节呢 都会感觉到流眼泪啊 流鼻涕的 全身都不舒服 整个人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买买这个茶 舒缓一下我们的症状 这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对 腰酸 背疼 腿抽筋 是不是风湿着凉了 对 然后还有一些很适合老人家喝的茶 像这样的 叫做葵花 酱鸭茶 对 没错 这酱鸭茶呢 就是像 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老年病啊 这样会有 就比如说血压高 血糖高之类的 大家也知道茶叶呢 是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的 对 那大家可以买一下这样的茶回家 因为我们所知呢 加拿大估计就没有中国 有这么多的茶叶可以买得到 但反而呢 我们在风太超市呢 可以找到各种各样 虽然你不知道它的功效是什么 但是上面都有写给你了 就像我刚才一样 对 就可以解释给大家听 那我发现了一个茶呢 是非常的适合阿牛 就是它鲜蓉壮妖健身茶 那我知道阿牛呢 就感觉是一脸肾虚的样 所以呢 估计这个茶能帮到你 这就送给你了 对 甚好你好我也好 跟我没什么关系 跟你家里那八个老婆有关系 不说这个了 好我们再来介绍 除了喝茶的话呢 大家还喜欢在喝茶的同时呢 一边聊天 一边吃一些茶果呀 家硬籽啊 瓜籽之类的东西 那这样呢 在我们风太超市也可以找得到 大家看到我面前呢 琳琅满目的一些产品 有橙皮梅啦 家硬籽啦 香瓜籽啦 真是让你喝茶的时候 又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能让自己的嘴巴解解闷 也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那个喝茶的时候 有些朋友他觉得喝茶呢 对确实对身体好吗 对 所以说他就喜欢喝茶 但是他喝茶同时他又觉得 茶又苦又色 不是那么好的味道 所以说配一些这个东西呢 又可以让你在健康的时候呢 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喝茶 反而呢能带出一些茶的香味 慢慢呢就不喜欢喝茶的人 也可以喜欢喝茶了 对 喜欢喝茶的人更喜欢吃茶果了 你看我煎得多好 对 所以说呢 还有些瓜子啊 这些东西就不用再提了 大家平时呢 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 特别是在北京呢 有一个非常老的文化 叫大碗茶 嗯 特别就在一些茶馆里边呢 大概花很少的钱 然后呢他们一大碗茶 然后放点瓜子啊 花生在那边 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 一边听相声啊 听听书之类的东西 哦 这样 哎你知道吗 我今天有个礼物送给你 啊 是什么 喂 哎 哪儿来的 嗯 我是神仙 我会变仙法 你能再俗点吗 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吗 是 很适合你 这叫大力牛茶 看你平常没什么力气 估计可以喝喝这个茶 没错了 来帮助一下你 看到了 大力牛茶 喝它再喝上这个健腰健肾茶 身体健康 身体健壮 每天如牛一样了 非常的开心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错 欢迎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 风太超市 无限放 我是阿牛 我是Vivi 让我把话说完 你再说嘛 我是阿牛牛小通 观众不想听你说话 好了 我们接下来 收看我们的本周精选 没错 本周精选 风太超市本期精选 黄式苹果五毛八一磅 红肉稀柚 一块钱五个 原香富贵式 五块九毛九一香 黄金奇异果 一块钱五个 大芋头 四毛八一磅 新鲜青椒 五毛八一磅 东莹甜番薯 六毛六一磅 松茸菇 八毛八一磅 AA级肥牛 一块九毛九一磅 新鲜鸡中意 两块三毛八一磅 鲜冻鸩 六块六毛六一盒 新鲜猪大肠 一块二毛九一磅 正宗韩式牛肉卷 四块九毛八一磅 火锅猪肉片 两块九毛九一磅 全自然山鸡腿 六块九毛九一盒 新鲜鸡腿肉 两块一毛九一磅 新鲜空运金多宝 六块九毛九一磅 新鲜豪肉 两磅 九块八毛八一瓶 生猛象牙磅 十七块八毛八一磅 鲜活青口 九毛九一磅 圆桥三温鱼 四到六磅装 一块九毛九一磅 天然海老白虾 四百克装 两块九毛九一盒 海洋鱼柳系列 一百一十个装 两毛八一袋 顶级青口肉 一磅装 一块九毛九一袋 亚素酸奶系列 一百克 十二个装 两块三毛八一盒 韩式新鲜乌冬面 一百克五个装 一块六毛八一袋 青豆系列 五百克装 七毛七一袋 爽口排鱼虾丸系列 一百八十克装 三块三毛八三包 瘦桃排桶面 八百八十克装 三块六毛七一桶 农心五莲包面 一百二十克装 五包 一块六毛七一包 Hence大白醋四升装 一块五毛八一桶 日本浓缩酱油 一块九毛九一瓶 浸泡蘑菇 两百八十克装 七毛七一瓶 第一家印度煎饼 三百二十克装 七毛七一包 秘制叉烧 一块九毛九一磅 卤水鸡翼 一块九毛九十个 避风糖螃蟹 六块九毛九一盒 三杯鸡 三块九毛九一盒 蒜香牛肉 三块九毛九一盒 鲜蒸寿桃包 一块九毛九十五个 班球黄紫菇肠 两块九毛九一盒 糖醋鱼片 四块九毛九一盒 迷你寿司 一块九毛九五个 迷你丹麦苹果酥 九分钱一个 椰丝吐司 一块二毛八一条 十家有道 就在丰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